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展厅采用立体光雕投影 将影像投射到男女模型上 以展示从拉玛四世到拉玛七世不同时代服装的演变过程 2号展厅 玛丽妮女士记忆中的班林贺宅美食展 玛丽妮女士是Kulibur先生的女儿 以及最后一任继承人 她记忆中的美食是太北咖喱猪肉和香蒜咸猪肉 展览的亮点除了在锅上投影烹饪模拟场景外 参观者还可以闻到烹饪美食时的香味 3号展厅 太北木材贸易展 同时这也是Kulibur先生原本的职业 讲述了当年店家木材交易的故事 4号展厅 Kulibur先生的班林贺宅展 该展厅展示了这座房子的历史 而该展厅的特别之处在于展出了Kulibur先生 有生之年亲笔记录的菜谱 和许多已有百年历史的体育赛事奖杯 最后一个展厅 殖民时期民居建筑展 该展厅集中展示了与Kulibur家宅同时期的建筑 如果您对本次展览感兴趣 可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以获取更多详细信息 清迈大学文化艺术推广中心 兰纳古屋博物馆电话 成为充满生机的艺术和文化活动 推广继承和传播中心 是清迈大学兰纳古屋博物馆发展路线之一 并立志使其成为了解 可持续发展型生活方式的学习场所 通过数字媒体帮助参观者置身于展览中 让博物馆化身成为每个人身边的知识宝库 以上就是我们清迈大学播报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